有这样一个人 他大学毕业后成为本班机 唯一留在本市有事业编制的 中专语文教师 却转行到不被看好的美容行业 还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从美容学徒到成为六千平的美容院长 用了三年的时间 收入增加了近二十倍 还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新入职两个月 创造公司业绩最高 并且在四十分工内 单笔成交四十五万 会销业绩成交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就是我 李晶晶 来到非你莫属 要求的培训类岗位 或者是销售管理岗位 谢谢大家 你好 图仁老师 上面写 你是一个明媚的中年少女 我觉得我具备这种轻豆 清爽 然后我又是做美容行业的 我希望能带给所有的朋友 年轻美丽 你曾经做过一家美容机构的院长 对吧 我曾经是高中的中专的语文教师 语文教师如果要转行到美容行业 尤其是那种人人都可以使唤的 那种美容学徒的话 心情一定是很不好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挺喜欢这行业的 所以转到来 从美容学徒到成为一个顾问 然后成为美容的店长 大概也用了仅是三年的时间吧 然后后来因为我的那个 当时的一个朋友 把我介绍到一个大型的 六千屏的一个整营医院 当时管理的直属的管理人员 五十多人 所以我刚到一个地方来 人家就会把所有不愿意做的活给我 我也可以做 光靠嗤苦也不行啊 还得靠业绩啊 业绩就是我不会很势力演 就是每一个到我这里来 不管它消费不消费 我都是一视同仁去做的 那个视力演是在你们那儿 怎么工作的 视力演他只会在 跟您借助当中 他可能觉得你有钱 我表露出了这种谄媚 你觉得你没有钱 就觉得是轻蔑 你要是不细抓 他抓不出来的 视力演这件事 这个表述是不够正确的 做服务行业的人 必须要有识人的能力 就是客户他来了之后 从穿着打扮 你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客户 那我们一定是针对 不同消费级别的客户 我们是要有不同的 对待和话术的 同等对待 但策略不同 是的 是这个意思吧 态度是一样的 但策略不一样 是的 我觉得应该有些老板 是接触的不是很多 然后锁定在那儿吧 这样好不好 我记得那个 北京爱上西雅图的第二集 汤维在那个赌场里面 对吧 然后他扫那个赌客 然后看他们身上的穿着 戴的眼镜 腰带鞋 他可以看这是一流赌客 二流赌客 三流赌客 对吧 你们既然有这样的识别能力 也应该看得出 他们身上穿着的品牌 一眼扫过去 你就知道这个人 大概消费层次怎么样 对吧 你应该有这种能力吧 你走一遍 你去走一遍 他在整个的判断的过程当中 首先 人和人之间的那种 瞬间接触 散发出来的那种 不自信 和散发出来的那种 相对的来说的紧张感 我们还是容易淡定大气 留有一点点不同 我倒要看看这些 卖奢侈品行业的人 这个眼光有多毒辣 穿的最大牌 哪位 贺总 但我怎么感觉应该 甲军每天身上的 用的东西特别贵 对 甲军说一下 你瞧 甲母有些不好意思吧 你瞧甲母那个作死的样 您的那衣服应该是 桑残丝的吧 对 而还呢 定制的 但是适合他这个年龄 雍容华贵 请坐 请坐 这所有的钱财 都来自于合法的财产 不是不易资财 请大家说一下 所以说 其实做这个行业 的确那个眼睛 要特别毒辣 但是像贺东东所说 但面对每一个不同的 这个消费层次的消费者 咱们态度 还是要同样热情的 不能狗眼睛看人 对吧 他应该在理性的分析 对事物的判断力上 这个综合的方面 能够再有一个提升 我想他如果在现有的工作环境里面 能有一个很好的导师 带一带他 帮他提炼一下 我会觉得非常好 那我问一下 你干得这么好 六千平米 你做职业经理人 你干嘛要走啊 我这个人 我觉得是挺别扭的 别扭在哪呢 就是之前 因为我的定位不清 我是有野心 但是没志向的人 你是说想做销售 对对对 而且在场的十二位老师 应该说你们都是成 我成功的榜样 所以说我觉得 我可以挑战一下 那你想要什么呢 我在《求知姐》里写的是 在奋斗的路上不孤单 不孤单是有一个 一起吃同道合的同伴 一是有团队 二是有一个能够推动我 和我一起 带动我成长的老伴